哈喽宝宝们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 哈喽大家好久没有配华文的语音哦 是不是大家有点想文呢 因为我发现好像我最近配的都是英文的 有些小伙伴已经不再看我的视频了 所以我赶快 瞎把镜 赶快再重新录一下语音 OK 因为之后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更改我的方式 可能我一个星期会出两个影片 然后两个影片呢 可能都是同一个题材的 然后不同的配音 就中文跟英文的配音 所以大家的话都可以看到我的视频 那如果说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不太会听中文和英文的呢 我都是有放那个字幕在下面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哦 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视频 如果说你们刚看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我 如果说你们已经在看了 就麻烦你帮我们点个赞哦 谢谢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我的公仔真的是我费了好大的心机 然后才拿到的呀 就真的是耗费了我的心力和人力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公仔的时候 我发现他真的好可爱 他真的很像那个 卡通片里面的蜡笔小星一样 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集 就是他那时候在洗澡的时候 然后他的妈妈刚好进来了 然后他刚好在那里玩泡泡 还是很兴奋在那里唱歌 然后妈妈就很生气 突然之间把门这样打开 然后就骂了他不小心 就骂了小心一下 我觉得那个场面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的图片的时候 我真的是超级喜欢 我就想一定要买下来 但是我那时候其实看了好多的网站 我几乎把日本很多那种手办的网站都翻遍了 好不容易才找到他 但是呢我后面却等了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才能收到 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是买了之后呢 他到了新加坡之后有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但是一直都没有给我送货 但我就问那时候就问那个厂家跟那个 就是派送的那边 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货物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心塞 我想说不会吧 好不容易找到的就不见了吗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 希望希望会找到 希望老天保佑我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后面好像等了两个礼拜左右吧 我才被才有派送到我家 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花费了我好多的精力啊 我就打了问了各式各样的人 就想说拜托他们帮我一下找一下这个包裹 但是真的是无力的吐槽 我不知道好像是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发现好像很多从国外进来的一些船啊 还是航空都好像有受限 所以我的包裹都是每次都是好像会被抽查 然后就会delay就是延迟到我的时间 不过还好 我还是收到了 我很开心 真的是 他的做工真的很漂亮哦 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知道这个的话呢 我可以放链接在下面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的 就麻烦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哟 现在的话呢 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我为什么会挤这样子的奶油胶 平常你们看到我挤的奶油胶可能是比较像那种比较线条式的 所以这一个呢 其实我是想要就是有那种泡沫那种效果 就真的好像在洗泡泡浴这样子 所以我就用了蓝色跟白色 蓝色呢 为什么我用宝蓝色呢 是因为它身上的泡沫其实是浅蓝色的 我不想要跟它混在一起 所以我就用了深色的那个深蓝色 比较深一点颜色 但是我又在想说这样子好像有点空 所以我就后面加了一些水滴一样 然后就感觉好像它真的在洗澡 就很像你在玻璃外面看到它 然后玻璃上面呢 有那种小水珠在滴下来那种感觉有没有 就真的是好 就好像真的就在那个卡通片里面一样 我那时候就觉得蓝笔小鲜好幸福啊 每天就是上学回来吃啊睡啊玩啊 死尽的灶啊 那它的妈妈都 就算她生气她也不会就是真的不理她 就觉得 哎蓝笔小鲜好幸福 每天都可以看东杆超人 真的是啊好好呀 然后后面就在想说蓝笔小鲜确实 哎 她是一个幸福的小孩永远都在五岁 哎那时候蓝笔小鲜真的是可能 呃我这个年纪的女生或男生喜欢看的动画片吧 现在的话我有时候还是会看看 因为它真的让我感觉很解压 就是它里面的剧情也好啊 它的那些故事啊巧思在里面啊 就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动漫哦 其实蓝笔小鲜应该算是我追的第一个动漫吧 应该 这应该算动漫吧 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它 如果大家有看到就是特别可爱的蓝笔小鲜公仔的话 也欢迎你们 DM我哟 就告诉我一下 我真的会很心动的 然后现在的话我放的是一些 上面一些小小的配件哦 这个的话呢 我现在目前放的是白色和蓝色 白蓝色系列的珍珠 就感觉比较融合吧 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都是圆圆的嘛 就是很亮亮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了 看上去还不错 就是我那时候想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做完之后 上面的那些小配件哦 就很像它洗澡的时候 上面在飘的 就很像它的肥皂啊 还有吃的东西啊 你的蓝笔小鲜真的是很喜欢吃东西 所以我就把这些放进去了 好啦 差不多就到图片咯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在我的Instagram 或者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 告诉我哟 当然 我肯定会很快的回复大家的 然后 谢谢你们观看我的视频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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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